下面呢我们再看两类尺寸它的一个标注 那首先我们标注的就是我们外面这个大圈的一半径R40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中心线的R32 这两个尺寸呢我们对照我们这个原始素材呢 这个上面它的显示呢是这样的一个显示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对于我们这种引线 还有这些在标注里面涉及的一些几何的要素它的名称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称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引线 这个上面呢这个是这个称之为引线 而如果说我们上面有一条水平水平线 然后这个呢就叫我们这个弯头Elbow 引线呢叫Leader 这个同样如果你要想修改我们上面的这种文本的显示的方式呢 你要找尺寸选项里面有关这两个它的一个选项 那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怎么把它修改成我们这上面水平的一个文本 然后这个可以从我们这个文件准备 对了这里面是一个半径尺寸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直径尺寸 这个直径尺寸 直径呢是我们这个双击 我们这个放下我们这个持径尺寸 那你可以看到对我们这个直径尺寸来说 它现在呢是水平放置的 而在我们这个原始素材这里面呢 它是平行我们这个引线来放置的 所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对应的这两个汇图选项 文件准备 然后汇图属性 更改 找到我们这个尺寸的一个选项 找到我们这个尺寸选项 那你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文本的方向 这个是文本的方向 这个都是平行引线的 这个是水平的 那么首先看半径尺寸 default red dim text orientation 这个默认呢 它是不是默认 我们现在呢是parent to an above leader 也就是平行引线 并且在引线的上方 那如果说我要再把它改成我们这个弯头 就是elbow的这个上方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改成我们这个above extend elbow 这个呢就是弯头的引线 这里面呢还有两个 弯头这个部分呢 还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引线 这个弯头呢就是稍微折出来的一点 折出来一点 然后呢 如果说你只是在弯头上方的话呢 后面这段呢就没有了 这一段呢就叫我们这个extension 那就是我们这个引线 延伸部分 那现在呢就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弯头的延伸部分 所以呢对应的这个选项呢 我们就要选择 选择的就是我们这个above extend elbow 就是在弯头的引线上面 这个把它改成我们这个选项 然后再看直径的一个选项 直径的选项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dia-dim text orientation 现在呢是在我们中间 我在弯头 在中间的话 它就是变成了水平 那我现在呢要改成平行 并且在引线的上方 这样呢才是满足我们这个原始素材 这个图片的这个效果 修改完之后 这个可能没有应用 有的时候忘了 多个选项改的时候 有时候忘了应用一下 找到我们这个直径的一个尺寸 Default dia-dim 这里面改成我们这个above添加应用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 我们在这个引线上方的水平 同样它是我们这个孔的h8等级 公差等级是h8 那就把它改成了我们这个效果 上面呢这个弯头呢 它折向了右边有左边 这里面是可以切换的 你点击一下这个尺寸上面 就会有一个左键的一个快捷菜单 这里选择切换一下 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修改的一个选项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弯头呢 它这个长度太长了 比如说现在这个前面 我不想要那么长 正如前面说的 我们这个叫弯头 这个弯头的引申 那么就来看一下这个绘图的选项 一样的我们到我们这个文件 然后准备绘图属性 找到我们这有关这个尺寸 或者引线的一个部分 找到我们看到我们这个leader 或者说是leader attention 这个选项 这个尺寸 那你可以看到在引线下面呢 就会有一个leader elbow lens 那这个长度的6 这个6太长了 那我们把它改成1 这个引线呢 我们正如前面说的 这个引线呢 这个长度呢 就是前面的这一段 前面的这一部分段 6现在是6 那没有必要那么长 比如说我改成它1 然后应用关闭 当你改了这个绘图选项 你发现它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首先要考虑 有的绘图选项呢 它是对现有的 这个注视都会有影响的 就是包括尺寸的文本等等 有的是要新建的 才会有影响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 你新建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你会发现 这个是变化的 那说明说明改是对的 那这个就把旧的删掉就行了 重新标注一下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这个半径和直径的这个选项 那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我们这个注视 有的时候我们标注的这个尺寸呢 可能必须在我们这个泡面 泡面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直接 比如说我们现在标注这个螺纹孔 它的一个深度 然后放向我们这个尺寸 箭头呢 我们把它向里 这种状态呢 我们这个文本在我们这个泡面线里面呢 会看得不清楚 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泡面 这个线呢 在我们这个文本周围把它打断 这个同样呢 也是有汇图选项来控制的 准备汇图属性 然后你找到我们这个横截面 这个有关的这个选项 因为这个泡面线呢 是有关横截面的 找到我们这个横截面 它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你就发现 它会有这么一个 称之为default x-hedge break around text 这个选项 默认呢 是no 也就是说 默认呢 是不在这个文本周围打断 我们这个泡面线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改成yes 添加应用 紧接着下面这个选项呢 就是我们这个 偏移的距离 也就是打断之后 还控制多少 那比如说0.15 我觉得小了 那么把它改成0.3 添加应用一下 关闭 再进来 你发现没有变化 那我们可能怀疑 它这个选项呢 只影响新建的 那时候呢 我们就 把它重新标注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确实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 没有人就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折中一下 那下面这个尺寸呢 就保留着我们上方一致 它的一个标注的一个风格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R40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 当然了这个引线的箭头 我们还是可以切换的 你比如说显示反向 反向 让它从我们这个圆心发出 然后指向我们这个圆弧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标注 下面的这个R32 也是类似的一个处理 这个呢 又是我们这一类的一个情况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种 像类似我们这个阵列的螺纹孔 它就有前缀后缀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六个螺纹孔 那我们就给它重新标注一下 这是一个直径 phi6 当然了 它这个显示呢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反向 然后反向 让这边呢 两个指向圆弧在外面的 对于这个弯头呢 同样 它这个直径尺寸 因为它是平行 因为我们这个影线呢 这个没有办法改了 就是说没办法和这个完全一致的 你要改成这个下面的又是水平了 所以呢 我们就将就只能是接受这个现实 然后这个尺寸文本这里面呢 需要给它添加前缀 前缀呢 就是6x 后缀 然后就是 这是满孔的深度 11 那我们同样找到这种特殊的符号 这个符号 然后后面呢就是11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尺寸 它的一个标注 对于我们这个视图 然后呢 还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抛面的箭头的一个形式 模样呢 是我们这个文本是在箭头后方的 而对我们这个原始素材 或者说国标呢 这个箭头是在前方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对应的这个选项 修改一下文本 然后准备绘图属性 同样你要找到横截面 它就有关的一个选项 横截面有关的这选项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找到 就找到这个 Colossus Arrow ArrowStyle 这个是HeadOnline 这个是头部在前 然后呢 这个呢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ChainOnline 那就是尾 那我们就把它添加一下 应用一下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箭头 它的一个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 和我们这个原始素材上面的 这个箭头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抛面箭头 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基本讲解完 这种大部分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这种尺寸类型 它的一个标注的方式 和有关选项的一个修改 那我们下面最后看的 就是我们这个表面粗糙度 你们可以看到原始素材 很多表面都有对应的 这个粗糙度 比如说1.063.2 这等等 这各种的一个粗糙度 然后我们在这个Crio里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注视下面的一个 表面粗糙度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 放置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表面粗糙度 然后你要注意这个Crio Chatering 稍微有点毛病 默认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模板式图的一个符号 当然可能不同的电脑不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重新浏览一下 它就会进入我们这种表面粗糙度 它的一个目录 上面呢有各种的一个表面粗糙度 一个是通用的 一个是加工的 一个是未加工的 对我们这个来说 它显然是加工的 那我们选择这个加工 然后是标准的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粗糙度 然后呢想在哪个表面 比如说它这个表面 它是我们这个1.6 这个表面是1.6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放一下 然后注意看一下这个放置的类型 它当然不是带引线 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参 标注度这个是垂直于我们这个图源 所以呢在上面的类型呢 我们要选择垂直于图源 然后选择这个这条线 那就可以放置我们这个粗糙度 然后呢这个粗糙度的值呢 课面文本里面进行我们这个修改 它是1.6 那就完成我们这个表面粗糙度 它的一个放置了 中键确定 确定那就放置我们这一个 那你其他的一个粗糙度呢 同样也是一样的放置 这个就你再来一句话 它就不会再错了 那还是我们这个垂直于图源 然后放下我们这一个 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 放下一个之后 你中键确定 可以接着往下放 这边还有一个 中键再确定 可以再继续往下放 然后呢这些当然了 你放下之后呢 这些值你当然都是可以进行 我们这个修改的 可以从可变文本这里面 把它修改成一个新的值 真正的一个值 确定 然后比如说我们上面的这个是 都是1.6 然后这个呢它是3.2 你也可以直接双击我们这个文本 然后输入 这样呢会更加快一点 比如说你双击一下这个文本 你要注意看到这个文本加量的时候 你再双击 这个里面是1.6 这个1.6呢你可以把它 因为它是直线段 你可以把它拖到外面 正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拖到我们这个外面的 那我们也把它拖到外面去 这个文本的方向呢 和我们这个不太一样 这就是它符号定义的问题 所以你要想符合你自己习惯了 你可能需要自己定义一个符号 这个要注意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伸出这个引线呢 它是一个虚线 这个是点 这个虚线 然后是我们这个原始的数据呢 它是一个实线 那这个同样也是可以修改的这个线形 所以从文件准备 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引线 那所以呢 你要找到这个引线的一个设置的选项 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然后你可能会找到我们这个引线的延伸线 它的一个字体 这个线形呢 在我们这个Crew里面都是用字体来表示的 那表它 比如说它默认了现在 不是默认 现在呢是我们这个虚线 对应呢旁边还有一个默认的值是实线 Solid Font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实线 添加修改 应用关闭 那就完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修改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就变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实线 那还有一些 表面粗糙度呢 有的时候这个符号定义的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放下这么一个表面粗糙度 正常来说我们垂直于图源 我选择这个端面呢 它应该是垂直的 然后它这个没有变化 所以呢可能是就定义的有问题 标准的有定义的问题 但是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自由 然后就可以进行直接的一个角度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给它 就赚90 赚270 那就刚好是我们这个方向了 自由呢你就可以随便放了 因为它在上面的这引键上方 中键确定 这个有什么弊端呢 好处就是非常自由 就可以随便放哪里去呢 现在它是在这个地方 坏处就是它不会跟着我们这个视图走 所以你如果移动视图 或者移动了这些引线的话 你对应的也要把这个也要移动一下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一确定了这个视图和这个标注了后 这些基本上也不会怎么一个变化的了 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 然后下面的一些尺寸呢 就是前面所说的各种尺寸类型 它的一个重复操作了 包括我们这种定位尺寸 形状尺寸 直径尺寸等等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重复操作 那我这里就不再重复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已经有标好的这个图模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视图的方向 我开始没注意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原始素材 这个中间的这个泡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对齐视图 也就是说它这个泡面并不是一个平面的 它是为了泡我们这个螺纹孔 还有我们一个定位孔 所以呢这个方向 在这个中心轴子里面是转折的 而在我们这个创建计里面 我是一个平面的泡市 那泡市 这个是开始没注意到 那我们这里呢就顺便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对齐视图 就是它的一个创建 那现在像这种对齐视图呢 它是没有办法再做其他投影视图的 所以在这里呢也不太适合 那我们就新建一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齐视图 它的一个创建的方法 你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基准轴给它显示出来 这个基准轴呢你必须要给它显示出来 随便我就全部选选 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下我们这一个投影视图 放下这个投影视图 当然了这个里面给它加我们这一个泡面 2D的泡面啊这个是我们这个A的一个泡面啊 这里面呢就可以有个选项 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全部对齐这个选项呢是灰色的啊 没办法选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前面根本就没有创建这个用来对齐的这个泡面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回到我们这个零件下创建对应的这个泡面 这个是要作为我们这个偏移泡面呢才可以就对齐这个选项 所以创建一个偏移的泡面然后进入我们这个草汇选择这个面 作为我们这个草汇平面 这个参考呢因为这个转值点是在我们这个中心轴 还有上面它要穿过这个泡面要穿过我们这个定位孔 所以呢我们要选择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参考 再有就是直接画出我们这一个结线段 作为它的一个草汇的一个结面它的一个草汇 完成我们这样一个泡面的一个创建 把它的名称比如说改成B 确定那就可以创建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偏移泡面 回到我们这个绘图 然后呢双击一下我们这个视图 把它这个截面给它加上去 B然后这里面就激活了我们这个全部对齐的这个选项 那当然了你要展平就相当于展平 你要选择展平的要的这个中心轴 所以呢我们要选择这个中心轴 选择了这个中心轴之后 然后就应用一下 那就可以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齐泡面 它的一个创建 然后我们在创建了这个对齐的泡面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里面它中间呢 这个转折这里面会留下这么一条线 而我们这个原始素材呢 它是没有这样一条线的 这个同样我们可以通过绘图选项来进行我们这个设置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文件准备 然后绘图属性 然后找到我们有关这个 呃 横截面 也就是和它的一个设置 那么看到下面呢就会有一个 so total and false theme 这个选项 这个实际上就是控制显示 我们这种展开视图里面 转折那条边 这默认它是yes 那我们把它改成no 再试一下应用 关闭 那你看到这里面没有变化 那就可能因为它这个选项呢 是影响新建的 那可能是 那再试一下 投影视图 双击一下 这个截面 再来重新放置一下我们这个截面 全部对齐 中心轴 就是我们这个中心轴 确定 你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选项呢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展开视图里面 转折着那条线 把它隐藏了起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对齐视图它的一个创建的方法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个对齐视图来说 它是没办法创建投影视图的 所以呢 这个就 正如我们前面说 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呢 这两个视图 你只能放下一个普通的视图 这个 当然也无不可 创建这个对齐上面呢 就会 给我们带来一点困难 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尺寸标注的过程 那最后我们完成的这个 呃 视图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最后完成的样子呢 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样子 啊 这个和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素材呢 啊 基本上就是一致的 在有些个别地方呢 那是保持不了一致 那也是没有办法 啊 相对来说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通过我们自动自定义符号 你让它更加适合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有一些小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尺寸标注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前面呢 说过这个镜像正列的孔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创建这个镜像的一个轴线的方式 直接给它显示出来 那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告诉大家怎么一个创建的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么一个绘图 这个绘图呢 它就很简单 啊 这上面的中心轴线呢 实际上我就已经给它显示出来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比如说你打开这个零件的模型 它是怎么一个回事 这个回事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呢 这上面有孔 这个孔呢 是通过我们这个镜像的方式 镜像孔的方式来创建的 比如说这一个孔 它的一个放置方式是镜像的 放到这个表面上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中心轴 实现我们这个镜像风部的一个这个孔 创建好之后 那通过正列的方式来得到我们这四个孔 然后呢 我就可以在我们的工程图下面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显示 这个中心注释的方式 能显示这条中心轴线 而不需要我单独来创建 那比如说我先删了 随便放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视图 这个普通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from 或者是top 这样的一个视图 它的一个中心轴线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通过注释 然后显示模型注释 切换到这个基准轴 那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看到显示 这个是我们这个镜像的一个轴线 这个是直接显示出来的 并不是我单独来创建这么一条辅助线的 同样对于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选项 全选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选项呢 同样它也会有一个 绘图的选项来控制 绘图选项 然后更改 然后找到 找到我们这个控制轴 这个部分的一个选项 下面走一个radial pattern axis circle这个选项 这个呢就是设置 它是否要创建我们这个镜像阵列的一个轴孔 这个默认的是no 你可以把它改成yes 那就可以创建我们这个镜像的一个 阵列的这个轴孔了 这个轴线了 这个就是类似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是通过我们这个 中间的这条线的镜像 然后向着我们这个原心 创建的这一条轴线的 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小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